融結 抽出 抽中 这其实就离开,我reen过了 paralela 介绍这个肩胛骨的骨头 让你们更清楚的样子 我做的是肩胛骨的后面 然后这是肩胛骨的前面 我做的是肩胛骨的前面 我做的是肩胛骨的前面 另外这边是肩胛骨的侧面 这边是肩胛骨的侧面 所以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肩胛骨的肩胛 这边是肩胛骨的肩胛骨 这边是肩胛骨的肩胛 这是三个 这边是肩胛骨的肩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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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摸的时候 你们就是稍微看一下 尤其像肩胛骨 然后摸到肩胛骨 这个要稍微知道一下 这边是肩胛骨的肩胛骨 这边是肩胛骨的肩胛骨 然后这边是肩胛骨的肩胛骨 然后下面这一张肩骨 这是从上面看下的肩胛骨 这边是肩胛骨的肩胛骨 对我觉得是肩胛骨是要稍微的素肩 也就是肩胛骨的肩胛骨 就是了一个等边 这个三角形的肩胛骨 这是肩胛骨的肩胛骨 对 Hilfe,我们的肩胛骨就不同的肩胛 在肩胛骨上 但是如果肩胛骨骨的肩胛骨 做这张肩骨会是重 clic Corp,我们在肩胛骨骨骨的肩胛骨 Jeff,",说你有一个想法 因为肩胛骨的肩胎有比较移 对技术狂лу套een和肩胛骨骨的肩胛骨骨是在肩胛 那所以我们刚刚做我们之前那一堂课就是要做这个锁骨 锁骨跟这个肩胛骨这个肩锋之间的这个部分要把它拉开 因为如果太紧的话这个关节太紧的话 这个关节太紧它是会往肩膀的方向拉 然后肩膀紧是会这样拉不进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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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对 对 改变了 对 那 对 对 所以我和大家说推这个鎖骨,有没有,就是我们大概是要这样推,把抓住它,但是如果不好推,我们用手掌推,推着,然后活动它,就是造成这两个骨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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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头。 但是,我说这是要是一块骨头,整个骨头头会用手放在骨头后,这些骨头的值得识计划,所以保留这个骨头的骨头,但是骨头会用手放在骨头上,所以可以用手绿骨头才能品散开。 你刚刚有被我做过的人,是不是都很痛,但是效果非常好的吗? 当时,我们的肩膀有什么样的? 有的肩膀马上,有没有?就是送下来 你开始说说说,你把肩膀脱了 所以这个肩膀上肌这一块一定要动这个肩膀关节 不然它藏在里面的这一块肌素的深层的这种肌素的压力 它没有办法按摩 就是你压不当,它藏在了你 所以你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放在后面来做? 因为我们要先把肩膀这里的肌肩先送掉 再来做这里,所以比较容易 也有很多人在这家里面的肩膀測过来 所以我们在这家里面的肩膀和肩膀 我们在这家里面的肩膀里面的肩膀 也不太容易吧 这是一百六四月呢,你们要自己回去自己多看 但是你如果不了解肩胛腹的形状 你可以按摩的时候 你可以帮他做的时候顺便看这一张 然后他摸起来是怎么样的 我还翻过来一百六十几年 下面这一张骨 这个是从后面这样拆过来的吗 这一张是这一边 这一张骨 这是从后面最好的骨头 这一张骨头 哪像这个骨头 这里有三条基数打减的 这三条基数 这两个骨头 我们现在讲这三条 dai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找到工骨头,要去做这个学习?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摸,因为就是在摸这里? 对吧,今天要找到工骨? 因为我们需要花一下,我们需要花一下 然后,167月上面可以花? 我们需要花一下,然后我们需要花一下 这是肩膀侧面? 对,我们需要花一下肩膀的肩膀 像这一边这样? 对吧,这是肩膀? 对,这是肩膀 对,这是肩膀的肩膀 对,这是肩膀的肩膀 对吧,是不是第一条肌肉? 嗯,中下肩膀胃的,肩膀胃是脚上肌,对吧? 它是不是穿越这个肩锁关节,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它是穿越这个关节? 那后面,你看这块肌肉后面? 第一条肌肉,对吧? 这后面也是同一条肌肉,有没有? 这后面也是同一条肌肉,有没有? 这一条肌肉,对吧? 这一条肌肉,这一条肌肉,对吧? 这一条肌肉,对吧?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肩膀的正中间,就是脚上肌肉? 这一条肌肉,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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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从这个上面,这里往后,往后跑? 对,对,对吧? 对,对,对吧? 对,对吧? 这一条肌肉的特样,可以都据。 一条肌肉,对吧? 然后都是据相对的uration selon söz,的绌尾。 那物体口之类的肌肉,也是同 només小炎道吗? 的鸠肉粒什么? 在我身边导臂的肌肉是蛤? 都据出了肌肉体院说的一下,圆树。 你还可以很精确的摸到这三条技术吗 这三条技术是从这里动骨头往肩胛骨的方向 除了这个宫骨头以外,会卡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建峰箱 最后你就用这个东西 我设 myself,就做了自己的东西 那么就是第二、第三条 我觉得你现在会把上前往外面 hover 那另外一个会卡住就是检索关系 是不是第一条 我设审就把他们卡住了 但是我现在会把上前往迫不住 这样有清楚吗 有什么情况 再不清楚我就沒辦法了 但師傅馬上拿到西門都不是 前面呢我們等一下講 你先把這個從側面這裡 剛上機 剛下機 還有小人機先畫一下 用顏色畫一下 我們在這裡的雞肉 其實我們這樣摸 或是從這裡慢慢摸下去 其實這上面還有雞肉嗎 雞腎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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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 affectingense reappель 上面是哪個腳踢啊 上 artistic頁 是 哪個腳踢 ienna 這跟她喪哩 看子的 чер的軟體 但是三角肌大部分拉紧的,它大部分拉紧的是在手臂这一段 所以我们三角都会做下面这一段 所以每个肌肉它有它的特性,它有它的样子,它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它的样子,哪里是第一层,然后第二层是什么,然后它手要从哪里长 如果你这些弄清楚,你做练习治疗的时候就越来越明白,要怎么做啊,要怎么去找问题啊 所以一个人来找你说,它肩膀怎么样,你可以针对它的肩膀两遍,是不是很难 所以一个人来找你说,它肩膀怎么样,你可以针对它的肩膀两遍,是不是很难 所以针对它的骨头,肌肉,位置,是不是做比较,这样就能够知道哪里出问题,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对这些肌肉啊,肩膀也不清楚,你要怎么去找问题,就没有办法去比较哪里怎么样,哪里怎么样 你就你就,你就不小心从哪里下来,你就只会做透的地方 啊,许多的层,像你突然那里出关第一层,你都说说我的下坠个体移动,日中靠,妳怎麼都说 我们会多学同龄社有松鼓,不认识吗? 我们会多学同龄社有松鼓,不认识吗? 我们再多伤一点后,我们下礼拜会拍一个医生,看病的。 我们拍礼拜六可以下礼拜。 我们下礼拜会拍一个视频,我们下礼拜会拍一个视频。 对,对象是你们学校的人吗? 我说,我们下礼拜会拍一个视频。 我们下礼拜会拍一个视频,我们下礼拜会拍一个视频。 当然,你平常学的,你回去就可以开始多练习。 我立诊的时候,到时候我看有没有一些老师啊? 然后,我们下礼拜会拍一个视频。 你们负责案例,我是不管的,除非是很困难的案例。 不然的话,你们每个人自己处理自己案例。 有問題,你問蕭老師 因為你們自己要獨當一面 就是說,他現在哪裡痛,哪裡不痛 你要去思考,我要怎麼去檢查 如果你說,有老師在啊,不用擔心 你就不會認真去研究他的問題 我們在這裏面的研究,我們會在這裏面 我們會在這裏面的研究 我們會在這裏面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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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去找骨頭的樣子,去促整,所以我們速度會比較慢 所以應該這樣子的話,後面的課程就比較容易去找他骨頭的樣子 就是剛開始你比較不清楚,慢慢越來越清楚,後面的課程會快 肥皂的肥皂,前方的肥皂,大腿好,在那個道路上都不足以洗白片 肥皂,走開了衣服,現在也不容易去除外衣服,下腿好是華香腸,上身的緊缺,開了衣服不來,後面的屬皂還要有所料理 所以我不做到,這樣就可以了,這次是捐甲虎的前側,而是當它轉為衣服,就是煎甲虎的前側 你不想看出头前面吗? 对,你是说什么,这是脑部的颜色。 所以,这个肩胛骨的前称就是这里吗? 对,这个肩胛骨是这里的。 这个肩胛骨是这里的? 对,这个肩胛骨是这里的。 这个肩胛骨是这里的? 对,这个肩胛骨是中心的。 好,所以你看到這是肩甲骨,然後這一個是鋒骨? 第一大丹是鎖骨,然後這根是鎖骨。 然後這根是鎖骨。 這根是鎖骨。 鎖骨是鎖骨。 這根是鎖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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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先清楚它的樣子是長什麼? 那根是鎖骨。 這根是鎖骨,然後鎖骨。 這是鎖骨的前側,有一塊基礎叫鎖骨。 有些鎖骨。 他像 Massileous muscles that figure out. 那肩胛下肌做一部分, 你看,做一部分, 这个肩胛啊,是很大的部分 都是在肩胛部的前却治理学院吗? 的肩胎外传? 达在放个体游部分, 但是现在肩胎 EC coupon table øof bunyof 都在做转解厂 然后他拉过来以后, 你看,这个是红糊头iors back dung the old sun? 我的 price是红糊头能用, 用红糊头来红糊方 relatos 红糊头的илась 然后肩胛下肌,它本身肩胛股全的肌肉,然后拉过来以后,它就拉到整个,它就交接这么高。 但是它在里面有吗? 对,因为它是从这里拉拉拉,整个肩胛骨前面有吗? 这一条肌肉有没有跨越两个骨头? 这一条肌肉有没有跨越两个骨头? 它的外骨是刚好在最前侧的肛骨头跟关节于这里。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因为我们肩胛,我们有很多力量要处理,我们很多力量都是往前? 我说,你如果在里面有多久,你会在里面有多久,我会在里面有多久。 那往前的话,这个骨头会被拉下去吗? 就是,我说,这个肩胛肩膀会被拉下去。 所以,如果这个要拉下来,会把整个肩胛肩膀拉下来吗? 在里面有很多肩胛肩膀,会把肩胛肩膀拉下来吗? 因为它是有没有,这整块肩胛肩膀的肩膀? 在里面有很多肩胛肩膀,会把肩胛肩膀拉下来吗? 我现在来想想爱,没有什么肩胛肩膀? 我讲的。 我们现在的肩胛肩膀的肩膀肩膀给 Jonah Zheima,是有很多肩胛肽膀? 所以,这一条肩膀肩膀,它在和里面有一些肩膀肩膀? 它当下肩膀肩膀要去骨肩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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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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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我这样多数 你把工骨头转到外面 这个在里面有没有 这个倒在 假设在这里就在 这是在这里 你看我现在画在这里 对 在这么深 对 你怎么这么深 我这样可以压到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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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是 我刚才画了 这个 像被承出来 我们可以放入这个鱼肉,我们可以放入这个鱼肉,再放入一个小鱼肉。 一个木头。 一个木头。 所以,我先找到红骨头。 我们可以放入红鱼肉。 那我大概是这样的 你要做到公骨头内侧 所以你不知道活动的公骨头 我要把内侧转出来 我要把这个公骨转转 如果我把骨头转移动,我把骨头转转 我把骨头转转转 你要把骨头转转 要把骨头转转 对,对,骨头转转 拉出来以后,我再勾它 可以? 需要一个骨头转 这个骨头转转 我在勾骨头吗 在勾骨头里面的勾骨头里面 勾这里吗 在勾骨头里面的勾骨头里面 所以你要知道肌肉的位置在哪里 因为我们很多肌肉都负责在这个头这里 你要转哪一个方向 你要转哪一个方向 在勾骨头里面的勾骨头里面的勾骨头里面的勾骨头 之前后面的肌肉它是在后面的勾骨头 在勾骨头里面 reaching 60 摆成后后的转折 前的拉力,前后互相拉扯 我们后面做一做,又要来做前面 我们今天做的后面,做完以后要来做肩胛 你这样拉起来,你这样摸着 这个锅骨头在动,往后拉 身体挡住,它才不会跑 你这样摸着,面上摸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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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着 来看一下肩膀,什么滑稍 这,肩膀可以动,要摸着 很舒服 所以前后要平衡,知道吗? 这时候要平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肌肉 我认为他们学习的肌肉 好,好的 这是第一个,你没有学的肌肉的肌肉? 当然,这肌肉是没有的 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之前教过前侧的肌肉 当然,我认为这肌肉的肌肉 然后前面的肌肉,这个地方叫什么? 肌肉而且 serviUR dispos永永远、肌肉,肌肉有三条肌肉 肌肉有三条肌肉 肌肉是3条肌肉 。 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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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先把这张图你学过的肌肉先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 让我们学起它的我们才会看清楚 所以你看这个公二头的短头跟汇中梯下来 这里是否有两条肌肉的吗 这里是否有两条肌肉被剪断 你现在画颜色这两条的颜色下来跟这两条的颜色要一样吗 你现在画颜色这两条的颜色下来跟这两条的颜色要一样吗 然后他下来是辅佐在手背身 我现在用这两条肌肉下来是有了 有了有了 然后会公鸡 哦它还有一个长头 但是要用脖子弄 要用脖子弄 短头 这个是短头吗 对 同一 短头 肩膀是长头 前半的弄 弄 长头 有没有看到 肌肩上上上上上 上到哪里 这牙头 高了上到肚子 哦 也要上到肚子 社長、牙齒這些不斷的羽毛力,都不斷推出了 怎麼看到? 同手是 看到嗎? 所以我們剛剛做肩胛下肌,對吧? 我剛剛不是做肩胛下肌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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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其實你都做兩條肌肉嗎? 在这一手中,你会把手指挡起来,所以对手指挡起来。 你这样有概念吗? 对,你会把手指挡起来。 你当下一个动作,你会把手指挡起来。 对,你会把手指挡起来,把手指挡起来。 你手指挡起来,然后你手指挡起来。 是不是肩胛下肩 肩膀下肩 不就是肩膀下肩 肩膀下肩 肩膀下肩 这是重点 肩膀下肩 肩膀下肩 因为我们的身体都是往前做,所以这个肩膀都往前做 因为我们的身体都是往前做,所以这个肩膀都往前做 我们的身体都是往前做,所以我们的肩膀都往前做 所以我们的肩膀都往前做,所以我们的肩膀都往前做 所以我们的肩膀都往前做,因为要是往前做 有的人拖背? 现在我们的肩膀都往前做,然后我们的肩膀都往前做 在肩膀都往前做,我们的肩膀都往前做 我们的肩膀都往前做,所以我们的肩膀都往前做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手臂功夫,会拉到公骨头内侧 现在我从来把肩膀移动,会拉到公骨头内侧 这样子弄得很容易,把肩膀移动就造成公骨头 现在我从来把肩膀移动,会拉到公骨头内侧 所以公骨的旋转,它来自于 跟这两条,就是其中跟这两条是个肩胛下棋跟公二条的一种 现在我从来自六十年来说, 我从来自六十年来说,因为肩膀移动,肩膀不动 对于肩膀移动,肩膀移动,肩膀移动,肩膀移动 因为肩膀移动是这样拉,对吗? 对,是这样,对于肩膀移动,因为肩膀移动 对于肩膀移动,可以拉到肩膀移动 但是,当你从来自六十年来说,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会把公主往下 另外一个就是长头 他会收缩吗 他会收缩吗 他会收缩 他会收缩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抬头顶销还要刻意他 就是这里太紧 所以有的人这个锁骨他就会一个 这个卡 这样的结构啊 他会影响到他心背心 心脏都可以 所以他会对身体的循环影响吗 但是你要记得前面的拉扯已经跟背后有关 所以你做一定要前面做就在做后面 所以他这里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前面对不对 然后他同侧同样的后侧 所以他就会说 那锁骨头的前侧 他跟他的对侧的肩胛上角 这也有对称的拉扯 他把对侧的肩胃的肩胎按摩 所以这锯骨的肩胎 他会让他进去 还有一点 这个法案当作是什么? 这后面法案当作是B点 这边是B点 那谁是C点? C点是C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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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你懂吗? 他们肩胛有三个 就是在同一个 在中间 为什么因为力量拉进来以后 他直接进到这里 这里不是前面就是后面 不然就是肩膀 社长我曾经认为 修计前部教育的第一个 修计前部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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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 所以你做的时候 就要这三个 三个 基本还有其他的 但是这三个之间的关系 非常非常密切 这是三个 三个位置 ABC三个位置很重要 大家ABC的 你几多 一张的两张钱 用DTZL的 用DTZL的 那两张钱 这注意 我今天第一次在一渠度第一次讲给你其他学家有没有讲 因为我们刚才讲比较慢,所以我可以越讲越细,就可以讲更多的东西,我如果要讲,就讲到很厉害的东西。 但是你记得就是,我现在跟你讲,ABC这三个点,不想这些关系,以后你做肩胛部这三个部分,你好好研究。 那我们等下先练习吧。 我们等下先练习吧,半个小时了吧? 我们等下先练习吧,15分钟。 好,再讲一下。 我们等下先练习吧。 好,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等下先练习吧。 我们等下先练习。 我们等下先练习吧。 我们等下先练习吧。 那我们等下先练习吧。 那是关转习吧。 对对。 没有,这三个。一肩胛小型。 对对对。 对吗? 跟这里是一样的 一个是直接夹的背面 一个是前面 然后你看这里是不是有鸡肉 这两条是什么鸡肉 我用头七圆均打一串 这五圆均打一串 三脚均打一串 对吧 三脚均打一串 对吧 这一个 对,人的个人是什么? 对,胸大鸡 对,胸大鸡 因为你要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学上的空出发育成这样的西国大鸡 所以你看,你假设,例如说,你看这是胸大鸡,对不对? 那胸大鸡的里面就是公二头的长口 所以,当中的大鸡是小鸡,对不对? 当中的大鸡是小鸡,对不对? 但当中的大鸡是小鸡,对不对? 所以,长口在这里 中文让你长口在这里,小鸡就小鸡就小鸡就小鸡 但当中的大鸡是小鸡就小鸡 对不对? 好吧,我们再继续讲一下 那我们还有两个鸡肉,我们讲一下 我们之前讲大鸡,有没有看到? 我们大鸡在前侧,可以看到它交接在这里? 它刚好在前侧公骨头的下面? 在前侧公骨头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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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 所以,其实它是靠近这里? 在前侧公骨头的下面 在前侧公骨头的下面 我们看读就是,你要从图里面去了解 这个鸡肉它附走在骨头上的位置 当然,你试试看 你知道,很多人地在鸡肉身上 在鸡肉封地, там是靠近的 西方在鸡肉上的附近 那今天这里 它这一个大元器室 附属在这里? 其实是附属在这里 你看哦,他前面还有一条鸡肉 这条鸡肉是谁 就是,这是第一条鸡肉 哪一条? 好, 得够了 背开里, 还要是shorthead 是这脚, 这脚终于现身了,背过体 我们讲背过体吗? 背部其实是从背部上来 上来对不对 不是有一条慢慢拉上来 有一条小条的拉上来对不对 但是背部其实是从背部上来 上来拉到这个手背 上去到登伯的头上去 然后这个手背也要压住 我们看第一本二十七页 二十七页 手背也要压住 这就是慢慢拉上来 这一条有没有看到 这一条 第一条是下重的头上 这就是脚子 脚子 它包住这里然后慢慢拉上 拉上来的时候它是不是跟结甲骨下脚包住这里 这一条是脚子 它是从脚子里面 然后再把脚子拉上去 这一条背过去有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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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从它这个包住肩胛骨这里 下脚这样然后有一条 然后拉上去有没有看到 它背过去有没有看到 它背过去有没有看到 和大鱼鸡有没有 跟小鱼鱼有没有 这个大鱼鱼有没有 对 这样大鱼鱼鱼有没有 下脚子里面有没有 这也是这个包箱 有没有看到 通送还是 通送还是 然后到这里 到红骨头有没有 然后到红骨头有没有 就是前以后,背过肌是在前面,比较外面一点,大腿肌在后面一点 所以你看它的位置在哪里,在胸大肌的里面的上面 所以在胸大肌,胸大肌在哪里 所以在胸大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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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大肌 因为我们班冬肌,对不对? 我们班冬的这个力量到这,对不对? 我们班冬的这个力量到这,对不对? 但是如果它这个力量要到我们的肺部,然后再下到腹盆太慢? 我们班冬的这个力量,就会有背过肌下来 所以你看我们班冬的东西是不是这里都会非常紧? 我们的这个力量,就会有背过肌下来 我们穿过肌下来因为,我们几个肌下来,使用脚盖来说 如果我们用着肌下来,能够背过肌下来吗? 当然,在两个肌下来 我们的足够肌下来 我们使用脚盖来说,在哪里,我们来说 你能不能用重心在這裡嗎 我們從中間的穴埔作到 我們從中間的穴培到 我們從西里地找到了 這邊的穴埔作到 西里地地地藏起來 所以... 所以你要找到... 你要找到這個... 所以這裡有兩個... 兩個... 其實它有兩個... 這裡分了兩個部位 一个是公骨头,一个是公骨头,一个是公骨头上面,一个是公骨头下面,跟两个。 公骨头下面要从胸大体这里,你这里要躲开这里。 比较有趣,这将要从胸大体里面积到。 你们要从胸大体里面积到处理吗? 你居然从胸大体陆地可以做着。 你修行过,我们在胸大体里面积给了我。 这个地方也对,您的相对的拉力,我再晚一点再讲。 等一下,你们先练习这个位置。 等一下,下肌灯和额头肌的场合,你们先练习这个位置。 等一下,你如果能够修学,你能够修学,你能够修学, 但在讲证中,我们将第一个ABC 讲证。 对啊,就是这样的。 对啊,就是ABC 讲证。 那小读长知道一下吗? 嗯,这就是所长的多点钱,就是好过来一下。 好,来一下。 哦,我们先练习的讲理应答案。 谢谢大家